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属于欧亚大陆最南端的一个角落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边对面过去就是印尼 在这边过去是新加坡 红树保育这块其实是比较缺乏的 很多人都对红树林不认识 也不懂它的价值 我是Celbizem的co-founder Bang 我跟我太太在新加坡从事设计工作20年左右 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想翻满生活的脚步 所以我们就回到我的家乡本身 其实在我回来过后 我也发现到我们这边的红树林不断的在减少 我们学到这个红树林 很促使我想到可以不可以用一个比较创新的方式 属于一种文化复兴的方式吧 来制造一些产品 来寻导一些跟红树保育有关的工作 就是让人家知道怎样去更好的过永续生活的那一个部分 我是Joe Huang淑慧 在Celbizem我主要负责设计 为什么我们选择做自然软呢 大自然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元素 通过一个品牌创造让更多人知道 然后更多人了解红树林的奇妙 我们的这个软料主要是我们是从碳 拿起它们想要丢弃或者是想要烧毁的一些树皮来处理 在我们Zopoto一般上他们每20年会在某一个地区 他会处理一次就是把很老的树砍掉 然后重新种 so that它的那个密度不会这样密 人不会accumate太多泥土造成河口小 因为如果是河口小的话 越来越小的话上游会一直咽水 人这些树皮其实基本上如果我们没有去拿的话 它们也是会烧掉或者是就是这样丢掉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可能算是一个工业 废料的一种在循环嘛 这个就是我们用红树的树皮 放很多水和盐能浸透 我们这样这个过程最少要浸透一个月 过后我就会把这些软料装在瓶子上面 so差不多最少要放15到20分钟 一般上我们会放差不多整半个钟头 然后我就会拿上来稍微扭干一下 然后就把它挂起来 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红树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其实对红树林的认识只是很粗浅 就是一般上我们知道红树林会挡风浪 后来我们就需要带人家来看红树林 所以我们就会问一些人啊 问一些专家之类的 逐渐让我们认识更多的红树林的树种 还有它的生态环境 在一般国际上它们会测混这种红树 就是好像它的根是这样很多根细下来的 其实没有种子 它就只有结成一个我们所谓的胎生苗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条东西是当它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它就会掉进泥土 直接插在泥土上面 就变成一棵树 外面这边的红树 多数是我们所谓的黑红树 所以它的根系是它长下去的时候 它会扩展起来 能再长很多气根上来 所以你仔细看它的气根很有趣 它的气根有一个好像星星这样的 好像方式星 好像一个太阳或星星这样分散出来的 在Sharpizum里面 除了我的名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我母亲 她是负责裁缝这一块 所有的产品到目前为止 还是靠它一手包办 学到这个红树树 能用设计自己的产品 顺带的我们也在做红树保育工作这一块 所以变成我们越来越忙 其实红树林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红树林不断地减少 我们吃的鱼一定会减少 还有就是我们的氧气也会面对问题 红树保育这一块其实是比较缺乏的 所以是要忙一点 应该还是值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